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印度神童近期发了两分钟的视频 主要展示自己种的南瓜脚瓜的大丰收 并且提到了加密市场说 将来会对加密市场进行分析 但是神童在这期视频里 非常开心自己的菜篮子工程 表现自己是脚踏实地的 接近自然的神态 有一种超然物外 了凡尘于掌中的意境 我们看他具体讲了些什么 感谢大家方便动一下你 偏偏起舞的销售 点个关注 油炸花生米嫌言少叙 嗷嗷狠的起航 排灯节 光明节 或称图腰节 图腰节是一年里非常重要的开始 今天很多人问神童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而神童也想告诉大家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这些天作为维克拉姆利 2078的吉祥日 很多人看财富是加密货币 因为他们的受欢迎程度 急剧的上升 尤其是在2021年的今年 但神童只想告诉您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以及您应该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真正的实物 今天神童只想给你看一看 他妈妈种的菜和瓜果 这是从神童的花园里 新鲜出炉的瓜果 神童还想给你看一下一个漂亮的南瓜 所有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化学物质种植的 在神童家奶牛的帮助之下 他们提供的牛粪和天然农药 还有一个南瓜 呼吸新鲜空气 纯净的食物和纯净的环境 不仅是保障未来的最佳的方法 也是每一个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的 基本和固有的权利 这是所有人都必须确保的 这就是真正的财富 和黄金和白银等其他的一些大宗商品相比 加密货币只是一种新型的技术 印度神童会制作一个单独的视频 说明其重要性 但请在图腰节上观看此视频的人 要努力的尝试在自己的家中 种植一些东西 并投资于保护您的食物 纯的好的食物和自然环境 以上就是印度神童的视频的所有的内容 看了神童的视频 我们看到神童不仅仅只是要表现 他的菜篮子工程 而是要传递一种精神 这个视频看完 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古代的一首诗 名为《银酒》 杰卢在人静 耳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耳 心远地字片 采取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息家飞鸟 香雨还 此中有真意 欲变以妄言 这首诗是陶元明写的 他也传递着一种超然脱俗的精神 和印度神童 异曲同工 陶元明 出身明家 出身不凡 是东晋名将 陶侃的后人 陶元明 自己也从小就家学渊源 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公元405年的秋天 陶元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又来到了离家乡 并不是很遥远的 彭泽县上当县令 不久 郡守派了一位都游 来彭泽县视察政务 但是这位虎家虎为的都游 却是一个贪得无厌 粗俗傲慢的人 这个人一到彭泽县的驿馆 就差遣县县 叫当地的县令来拜见他 陶元明平时就蔑视功名利禄 不肯屈言覆试 也十分的讨厌 都游的装腔做事 但是因为对方的身份 陶元明也不好直接的拒绝 和这位上差见面 他刚想动身 之前奉命前来通知他的县县 好心的提醒他 说是 大人 参见都游必须要穿正式的官服 即关带 不然会招惹麻烦的 陶元明不觉气愤难平 长叹一声说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全权是乡里小人呀 也就是说 我不能为五斗米 而向这种乡里的 卑鄙小人低头哈腰 说完 便解下了印寿再一次的辞职 离开了只当81天的彭泽县县令的工作 oh my god 嗷嗷狠 如今是否有如能如此超脱的人呢 难道你会说现在往上爬比原来难多了 这能成为悲公屈膝的理由吗 接着说 在此后的田园生活当中 陶元明不断的揣摩人生 接近自然 领悟哲学 而后便随心而走 性情洒脱 不断的师从心出 并秉承了自然哲学的观念 教书育人 他既包含了自耕自食 简朴畅游的生活方式 又深化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 在陶元明看来 人不仅是在社会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 而且更重要的 每一个个体生命 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 都直接面对整个的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从本源上来说 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大化千变的表现 只是人们 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 投入到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 和名利的追逐当中 以至于丧失了真性 使得生命充满了焦虑和矛盾 自我创造了很多的竞争敌对 而不知释然 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态 只有归附自然 才能求得 正如陶元明诗中的最后一句 此中有真意 欲变以妄言 这就是一种物 一种真 那么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问题 人一生应该是追求名利 还是应该追求内心呢 许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 如今的人们 在名利面前已经被蒙住了双眼 偷税漏税 多少的明星红人 都被拉到了台面上 补税甚至上亿 一个三四级的城市的 年总收入都达不到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 追求名利很容易 让人坠入不复的深渊 比如 毒奶粉 转基因粮食 备税千叶 只等一绝 追逐名利 让人寝食不安的事例 是举不胜举 这样的人 是没有想清楚一个道理 那就是 用你带不走的 换你能带走的 什么意思呢 人的一生躲不过的是 生老病死 那么死后 能带走的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 这辈子的名利 能带走吗 上亿的资产资金 能带走吗 显然这是带不走的 而什么是能带走的呢 那就是 你新的修养 和灵魂的进化 这个可能会讲一天 但是 先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那就是 用你带不走的 来换你能带走的 就叫做超脱 升华 走向高我 活出真正的人生 用你能带走的 换你带不走的 那就叫 业力 轮回 自我淘汰 活得成了名利的奴隶 大家一看 就明白了 哪一个才是长久的 所以永远要记住 用你带不走的 来换取你能带走的 才是活出了你自己 而不是相反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悟出这个道理 拥有不畏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和超脱的哲学思想与行为 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一点点这样的气节 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的浩然一些 想一想 你的身边虽然少 但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或两个人 这才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前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